这几年日本黑帮画风还挺反沙萌的 什么穷到百态卖奶茶 什么小弟在大街上卖自家产的情人节巧克力和面包 还有这个世界上最大黑帮山口祖万神节 给小孩发糖啥的 你以为黑帮人畜无害成吉祥物了吗 那个天真了 最近日本九州最大黑帮 工藤会的老大被判了死刑 我身扒了这个大叔翻车的瓜 先觉得离谱 后觉得吓人 工藤会老大全名野村物 他死刑也是黑社会常见的逃税 袭击和谋杀的罪名 但是能想到提供主要证据的 竟然是一个护士的遇刺案 按理说一个哼社会大佬 能跟一个小护士有什么过节 故事是这样子 2014年这个野村物都70岁了 他还不能跟自己和解 非要把局部地区增大一下 所以他就拖着70岁高龄的身体 跑到医院上演 立出叮叮力显剧 他手术的护士就比较糊 就跟他开玩笑 说跟这个手术比 纹身也不咋疼吧 野村一听就炸磨了 我觉得你在嘲讽我 这个事最后是护士和医院 负责人道歉才平息下来 可是就尴尬的地方 就是手术做完之后 野村看了一眼自己的成品 感觉做了个寂寞 你知道本来就窝火 更狗血的是 恢复期间的 这个手术部位居然还不幸发言了 出现了一个小部分的溃烂 这一下 他的玻璃心一整个崩坏了 他觉得自己从身体到心理 都受到了极大的创伤 于是他就联想到 手术前的一个护士 他觉得是不是护士 故意报复他 所以他想跟他做成这样 于是半年后 他就派手下袭击了这个护士 护士的颈部和胸口连捅了树刀 幸好抢救及时了 这个护士再捡回一条命 好吧 这么一闹 全世界都知道 他又那啥 还烂了 你说咱平时看黑帮电影 老大怎么着 也是一副 比较有臣服的样子吧 但野村这种仪式流 你说他咋稳坐 大哥宝坐的呢 就对讲讲他drama的这个上位时了 在日本黑帮最猖獗的时代 其实很多人是走投无路 才落草为寇的 但是野村不一样 他本身就是地主家的傻儿子 是真的地主家里挺有钱的 从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养成了他这个 嚣张把扈的性格 他从小都不学好 又偷又抢还打架 简而言之下就特别闲 有条件要打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打 长大了更不得了 立志要加入工藤会 加入黑帮 虽然人家打架菜 但是超能力抢啊 他拿家里的钱 帮老大抢地盘拉投资 没过几年 还真成了工藤会第四代的总裁 据说他老婆还有点政治背景 所以野村在九州 简直为所欲为 什么做戚车炸弹 袭击刺杀对手 甚至公职人员 枪杀大公司的高层 还是要领导的家 他小心眼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有一次他杀了一个退休警察 仅仅是因为听说 人家几年前审讯的时候 骂了他一句 在他这个蛮横的经营下 工藤会居然日渐壮大 开始可以叫板山口祖了 他们还在福岗建了军火库 让九州恐怖主义蔓延 堪比叙利亚 野村后来狂盗 连日本最大跨国公司 丰田都不放在眼里 因为闹矛盾的 这个人直接找人 炸了丰田的工厂 当时震惊整个日本 他这一系列疯狂操作 让原本打算入住 九州的日本顶级企业 纷纷撤退 可以说福岗经济 因为他至少放缓了十年 有人说拿法律的铁锤锤弹 可是人家是老大嘛 基本就是发号示令 手上肯定不会沾血的 所以对他的审判极其艰难 2019年他被起诉了六次 审判62次都没有起作用 终于2021年 他再被判处死刑 而且判决第二天 他就提出上诉了 并且警告法官说 我会让你后悔一辈子 给野村判死刑 可以说是日本第一次 对黑帮老大 做出如此铁腕的决定 但处决了他 还会有下一个野村 很快工程会 已经迎来第五代总裁了 仍然活跃在九州 可以说今年2022年 日本和黑帮之间 旷日持久的战争 才刚刚打响